大家晚上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很簡單 入廚ABC都認識的 一個可以很容易上手的 但是很好吃的一個菜式 這個又不是正式的中菜 其實這個是Fusion菜 就是日本 這個我不記得是博多還是哪裏 蒸菜的材料 然後再加上我們中廚的調味 就變成今天一道很好吃的菜式 就是豚肉蒸 這個是黃牙白或者大白菜 黃牙白可以蒸嗎? 當然可以 而且這個菜式又清淡又健康 你喜歡濃味也可以 你喜歡清淡也可以 這個因為不用很多前期功夫去準備 所以對於很多的新手來說 這個絕對是一個簡單直接健康 兼甲美味的一個菜式 我很快手 首先在我未準備好所有東西之前 我就開火煮水 這個非常簡單 這個我從來 大家從來未見過我先開火煮水 是的 因為這個無需要前期 所以我說新手都會做得好 我先開抽起扇 因為一開火煮水就會熱 好 好 介紹材料 材料很簡單 一匹火鍋級的豬腩片 這裏我用70元一磅 70元一磅 大概半磅左右 32元 OK 不用洗了 直接開了它 接著 接著之後 大約一斤左右的黃牙白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家裡吃很多菜 所以 怎麼都有一斤重 這裡有一斤三兩 所以 我就用這個黃牙白 為什麼會用黃牙白呢 因為黃牙白其實都是一個 很容易處理的一個菜 而且也很好吃 不需要太過去做這個清潔 因為黃牙白本身是很乾淨的 那 這塊砧板 我昨天浸完它之後 接著煮了一頓飯 接著就一直放在這裏 整個砧板去浸水 有這個好處 我放了一整天 這裡都還未乾 所以 希望大家明白 我發的那條片 就是那個砧板護理 那條片 大家明白 為什麼我要用整個砧板浸幾天這麼久了 因為這樣可以令到它的心 就濕了 接著之後 就可以保持整塊砧板 相對長時間的濕潤 就沒有那麼容易爆裂的 好了 大家看到了 那砧板呢 又轉回木色了 是不是 是不是 那 所以 大家要記住 中式砧板就是這樣了 會變黑的 OK 但不浸水又保養不到 又不耐用 OK 好了 那 太多廢話說了 快點開始 好啊 開始了 那這個菜呢 就一砍砍 那 稍微浸一浸它 切開一砍砍之後 這樣呢 為了要令到它呢 就是 保持到 那個鮮嫩 但同時間呢 又要它快熟 就是不要說 對後來不熟 所以呢 我們就切大概呢 每個的闊度呢 大概是一寸左右 就是最後最後 看 這裡的 外面的闊度一寸左右 那裡面沒有辦法的了 一定是這樣 就是好像切蘋果那樣切 好 然後呢 稍微浸一浸它 那本身黃牙白 因為本身呢 它就是卷菜的一種來的 那這個呢 我用米水稍微浸一浸它 就OK的了 不用說 好花精神 好花心思去 就是 去浸它 那好了 然後呢 我們呢 就將那個菜 那呢 一起去 游出來 抓回ぁ 好 來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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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umn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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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把它砌好 這邊水滾了 先讓它先滾一會 不用理會它 因為它是火鍋級的 這個是豬腩片 所以又是不用小的 是不是很方便呢 當然了 還要好好擺 好了 之後沒有薑片 沒有薑 於是乎 大家如果按照我上次的方法 這塊薑 由過年前買到現在 超過一個月 是不是 完全沒有壞死的 是不是用著我的方法 是不是很有效呢 好 接著之後 我們切少少薑絲 那邊滾水 不要理會它 如果是正式日本的做法 它就不會放薑片的 但是我們 中國人 韓糧 菜 所以我們就加少少薑片 另外 而且呢 有了薑味之後呢 這道菜呢 有另一種的韻味 所以呢 我經常都跟大家說的 多些去觀摩別人 去吃別人的東西 然後呢 你很自然就會學會 怎樣去 有新的煮食靈感 不一定是中國菜 你可以是 有一句說話 一百五十年前 即是清朝 有所謂的洋務運動 它是什麼 西學中學為體 就是西學為勇 其實我們做菜都是一樣的 好 那 切些薑絲 切薄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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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應該大家跟了我這麼久 應該懂得 怎樣切薑絲 可以切薄一點 切靚仔一點 那 給大家看一下我的薑絲 OK 好 跟著之後 放一些薑絲 那 這些薑絲 切幼了 不僅是靚仔的問題 還有 出味 出得會快些 好了 搞定了 什麼都不用做 我們過來這邊 等一會兒 拿回 好 跟著放下去 蓋緊 蓋緊 嘩 厚 那頭 不要緊 幸好 我沒有東西多 鑊蓋多 用這個 搞定 好 跟著之後 這個就計時了 八分鐘 有什麼做 當然有些事情做 大家看不見到 這裡有幾條蔥 不要浪費 待會兒拿來 放下去 增加它的香氣 好 切完蔥 在這個時間 大家也可以在我這裡看到 就是 我們做家廚 剛才過很多次了 最重要是什麼 時間管理 那你就可以大大縮短 你製作的時間 和增加這個工作的效率 大家看到 今天零零射射有這幾條蔥 因為 今天我正在吃舊菜 所以 我買菜的時候 就問他拿一條蔥 看到他有 好了 跟著就不用管了 就等 等東西 等東西 蒸好就可以了 現在我就不浪費大家時間了 也不需要多說 因為這個真的很簡單 但是 非常美味 等於是清蒸魚 那麼美味 如果大家 對我清蒸魚的手法 是認可的話 這個不會差到去哪 OK 可以不可以 待會兒見了 蒸好之後 好了 八分鐘過了鐘響了 先揭起蓋 首先 首先 就要看看 這些菜是否熟 這個肯定熟了 跟著之後 我要試一試 心 等一會兒 我現在還沒有關火 看看 最主要是檢查一下 它的菜頭 我特地留下菜頭 如果菜頭都變成透明狀的話 即是已經熟了 OK了 退燒了 幾乎 燒了 OK 然後 開了 炸起مة 我看得很吵 這個就 出場了 這個是熟油 其實我這個是豬油 如果大家是沒有豬油的話 普通熟油也可以 因為豬油它凝結了 所以我好像很長時間 但其實它很少 然後我們 就放些蔥花下去 等待我做完之後 我就做這個總結 大家不要心急 總結很重要 看次簡單 如果我不做總結的話 大家就不知道巧妙在哪 你看看 其實日本菜給我們很多靈感 不過 其實日本菜 不只是魚生一樣東西 好了 做完之後 就加豬油 生抽 好了 我本身這個 大家都知道 我這期用的是 這個牌子 這個牌子 比較淡 所以 大家會看到 我下的豬油比較多 接著這裡 就下了很多 可能已經三四茶匙 除了這個豬油之外 當然 既然說得到 這道菜的發源地是日本的話 自然就可以用什麼 當然可以用萬字醬油 OK 或者甚至你想惹味一點 就用這些燒汁 淋上面都可以 不用加油 如果燒汁的話 但是我自己覺得 加熟油 或者加些豬油 當堂整道菜 就不同了 但是本身 這道菜來說 崇尚的就是清 可清可濃的 你濃味一點 就跟著我做法 如果你想清一點的話 鮮頭蒸好了之後 然後 只需要加鮮頭說的燒汁 或者味淋汁 這些可以淡口一點 如果你想重味一點 就加生抽 加萬字醬油 這些比較重的味 而且可以加得多一點 另外 如果你想做菜 出來的食味 那種香氣 更加濃烈的話 我強烈建議大家 用豬油 如果沒有豬油的話 就用熟油去代替 多了那道工序 熟油就像蒸魚一樣 蘸熟油 蘸完熟油 就是淋上蔥花面 然後再加生抽 可以嗎 這道菜呢 就有兩樣東西 需要注意的 第一 因為我們連菜一起做 其實五分鐘都足夠了 但為什麼我要去到八分鐘呢 因為大家看到我切菜的方式 就很不同的 第一 我沒有切到菜頭 第二 本身 我是沒有令到它變成一塊塊的 而是什麼呢 我是整條菜 打直這樣切 它變成這些位置 就比較厚身一點的 厚身一點 它菜葉搭菜葉 有機會不熟 所以 我就是用這個 比較長時間的方法 OK 行不行 因為它厚身了 我只鋪這些肉上面 其實這裡這個位置 就沒有那麼熱的 不同 你直接拿去蒸 那些肉 那些肉薄一點的話 譬如蒸肉餅 薄一點點的話 因為這些火鍋級的豬腩片 它的特性是很快熟的 所以 我們的時間 如果是純粹蒸這些豬腩片的話 就可以快一點 但是因為菜後 所以我就加回三分鐘時間 行不行 但是也不要太過耐時間 那 本身呢 我這樣切法 留下這個菜頭 就是這個菜頭 留下這個菜頭 其實是有作用的 大家看到 我先頭是撩 不是刺 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要分辨 分辨 這個菜到底熟與不熟 關鍵就是 它那個纖維組織 有沒有變透明 本來就不是透明的 本來就是白色的 如果它是熟的話 就會變成半透明的狀態 如果連菜頭都半透明的話 菜盒就一定熟的 我說過很多次 其實菜就不適合太過熟的 現在就剛剛好熟 明白嗎 這個就是整道菜的技巧 至於後面 你可以簡單一點 就這樣加燒汁 或者就這樣加味淋汁 買回來就可以了 這些是淡口一點的 和鮮味一點的 如果大家 吃慣中國人的口味 就是蔥花熟油 蘸熟油 蔥花 然後淋生抽 在表面 那你的食味 就絕對是一流的 就跟蒸魚 那種清爽的口感沒有分別的 但是相對地 它會 因為有豬油 就會濃味一點 因為你用了這麼多生抽 它又會濃味一點 鹹一點點 這樣東西 就一次生兩次熟 大家如果第一次覺得 跟著我的做法 是鹹一點點的話 就可以再調節 下一次放少些生抽 可以嗎 而且基本上我完全不需要調味 這個菜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大家說 這個菜都覺得麻煩的話 真是不好意思 你不適合入廚 這個又不用醃 又不用等時間燒鑊 直接切好了洗乾淨 放下去蒸 就是了 更簡單 比蒸魚更簡單 更簡單 蒸魚都說 你要隨聲大化 這樣那樣才蒸得漂亮 是不是 這個絕對不用了 希望大家 有個好的開始 跟著我這個一起做 就惹味都不得了 行不行 OK 又清淡又惹味 如果大家不喜歡炒菜 又不喜歡煮菜 那麼麻煩的話 可以試試這個方法 好嗎 可以吃飯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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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